今天和大家聊一个关于巴提亚的传说 这个故事从来没有人说过 既然有缘来到我的频道 不妨一听,顺便增加见闻 吃不了亏,上不了当 众所周知,泰国这个国家全民信佛 也信其他的神神怪怪 所以在这片土地上有很多神奇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巴提亚是泰国的一个海滨城市 美国和越南战争时期 这里成了美军度假的地方 产生了各种需求 让巴提亚成一个普通的小渔村升级成度假小镇 在亚洲四小龙四小虎时代 泰国经济高速发展 巴提亚游客急剧增长 度假小镇进化演变成现在的国际化旅游城市 而让巴提亚名声远博主要是风俗服务业 让全世界各地的有识之士慕名而来 据传说 在巴提亚市区有一条隐藏的河流 平时是根本看不到的 只有在机缘巧合下才能看到 我在巴提亚待了快三年 一直没有见到过 前几天机缘到了 有幸遇见 幸好也拍了下来 本地人说 这条河流的河水是这么多年 在巴提亚吃兰愿里的泪水和汗水 经过积累汇合而成 其中包含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 临结成雨水从天而降 有时水大道可以淹没周边的街道和车辆 好在巴提亚领海 这些怨念来得快 去得也快 不是经常出现 每年偶尔会出现几次 洗一洗这座城市的封城 如果天天出现 出门只能划船 那么 泰国也会拥有一座 像威尼斯一样的城市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听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如果有缘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